马来西亚新反对党联盟将在这个星期向社团注册局提交申请文件 正式注册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 借此加强盟党之间的团结 但是呢 希望联盟是否同意新反对党联盟提出的领导框架 尤其是首相的人选依然充满悬念 以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为首的土著团结党 同人民公正党 国家诚信党和民兴党组成的希望联盟结盟 四党的共同目标是在来届大选中 击败首相纳吉 夺取执政权 而到时由谁出任首相成了争议焦点 我们也承认了实现 安华不能立即成为首相 所以问题是问谁是首相纳吉 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用这个方法 公正党还希望 人在狱中的实权领袖安华能担任首相 高龄91岁的马哈迪声称 如果暂时没有适当人选 他可以暂代首相职务 土著团结党另一名重量级人物 前副首相慕尤丁也雄心勃勃 四党早前同意暂时以希望联盟这一名称来参加来届大选 并向社团注册局注册 但申请文件上需注明谁是新联盟领袖 这也成了四党争议的热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